好想出去玩 但是就是不能去 因为呢 没有打疫苗 你哪里都走不了啊 但现在世界全面重新开放 他们的街道开始满满都是人 不要说街道 连加州的海滩 Long Weekend也是满满的 医院你看空了 重症医师还自拍 准备要度假去 那看到我们现在台湾呢 大家现在急得不得了 而且还没有办法解封啊 所以呢 刚刚我讲到了 泰国普吉岛七月一号 都开放观光啦 然后呢也不用再隔离啦 所有的一切都要恢复常态啦 大家要过正常的生活 甚至连以色列的总理 纳塔雅胡都说 我们活过来了 这样子讲耶 开箱 真的看得其实 台湾人好心酸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风水轮流转 过去一年这些 这些国家遭遇的一切 我们现在正在 逐步的经历当中 那其实我觉得 一方面要跟所有的朋友们 这些心理建设 这些都是我们 我们早没有经历 那现在经历了 也只能按部纠班的 想办法把这段困境给撑过去 所以大家心里面一定要 一定要稳着自己的心理建设 然后呢保持幽默感 好好生活啊 但是其实我想讲 与其直接讲到国外那边 看人家怎么样灯红酒绿啊 重新活过来了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指挥中心 到底在干什么 这件事情还是必须要不要讲清楚 今天下午这场记者会 这场记者会 就是每天的两点档 陈迅中的两点档 我今天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 你看他在那边 就一副好像是自己 是个播报员一样 在那边前两天 跟我们讲什么RT值 降降降降降 趋缓趋缓了 然后一时之间 哇塞这个歌舞升平 太平盛世的那个气氛又回来 大家讨论说 14号是不是可以解封啊 开始在那边也是 一副好像对 好像就是可以解封这样子 然后今天数字上去了 又说我这个疫情看起来没有下降 这还需要你讲吗 我我子女小学生也会知道啊 三百跟五百当然是没有下降啊 但问题是你要告诉我们 你打算怎么做 不是只是像是个播报员一样 在那边每天报数字 今天三百明天五百 五百的时候疫情没下降 三百的时候看起来趋缓了 这不是这个问题吗 他讲那个RT值的时候 昨天讲RT值趋近于一 也就是说在这个理论上来说 他一个人已经不会传给另外一个人 然后看起来就好像已经 好像已经这个疫情会得到控制 但其实明明在去年 去年包括美国 德国 然后在这个自然期刊上面 都有这样子的投书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这个欧美疫情 非常严重的时候 也很多人在研究说 这个疫情到底要用什么指标来观察 然后就有提到这个RT值 那当时其实这期刊上面就有讲说 你用RT值来观察疫情 其实会有很多的盲点 很多盲点怎么说呢 一来是他是根据你被发现的确诊者 来这个观察疫情的走势 而不是 但是现在问题是有很多没有被发现的确诊者 但他在社区当中不断的传播 所以他就容易失真 所以那时候人家给的建议是什么 第一个你要参考很多其他的指标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的观察的这个区间 可能要以周围单位 你不是说一天两天又说 哎呦我RT值降了 OKOK 没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严重是什么 严重是在于除了他告诉我们这个资讯 是不确实的 而且是有过经过美化的 我觉得严重的是在于他指挥中心内部 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问题是 我们刚刚讲的 像比如说像这个自然期刊里面 针对RT值所做的评论 所做的研究 请问一下指挥中心里面 难道没有人有专业去 发现这件事情吗 他们有发现的话 他们为什么还让陈时中出来 跟民众这样粉饰太平呢 所以这是真正严重的问题 我与其在乎你那个资讯 说真或假 但基本上因为陈时中现在公信力跌得很快 所以我们一个一句话一句话一件事一件事 去探讨他的公信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比较担心是指挥中心内部 现在还有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是没有专业的人知道说 你用RT值告诉民众这样的资讯 其实不正确是失真的 又或者是有专业的人才 但因为你政治防疫 让这些人不敢说话 或说他们的意见不被采纳 我觉得这还是根源最大的危机 我真的忍不住想讲一下 这有差别的 你现在的数字降不下来 那接下来十天 六月十四号所有民众在引颈期盼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很多朋友他们是靠现金流 他们是开这个 这个也是小餐饮业 然后成本也不是很厚 预备金就准备一个月 准备半个月的 你到底要他们怎么样 你要告诉民众 你下阶段的目标是什么 每天报数是有个屁用 你要直接讲 清零不可能 然后如果降到一百两百 我就解封了 我就大家餐厅继续开业 那大家做好防疫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让民众有所医品 我想说再撑两个礼拜 不管怎么样 我原本十桌的餐厅 我把它变成五桌 我继续开业 那我就 好吧 我继续撑一下 那如果你是说 不行我就要清零 那我可能搞个 两三个月的 那人家就可以断头 直接收起来不做了 这个任赔杀出 不干了也可以 你现在就是 每天讲这些五四三的 然后也不重要 然后也不晓得 你到底接下 下一阶段目标到底是什么 六月十四号 大家都在等着看 你如果要继续下去 你要告诉大家目标是什么 大家心里面有个数 那你如果你说 对 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 我觉得这玩民众 你要告诉我们说 你下一阶段目标是什么 清零这个日子 不可能到来了 进入社区之后 一去不回头 那你到底希望 我们这个社会 生计跟生命的平衡 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我真的怀疑 他们现在是知道 六月十四号以后要怎么样 说不定都还没个准 说不定心里面 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不对 署长 署长还点头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现在他们连报那个数字 我都觉得大家都已经满腹问号了 比方说那天讲说校正回归 不会再有校正回归 结果还是天天在校正回归 然后这些爆出来的数据 到底有多少的可信度 大家说真的 现在都是听听就好 可是眼前你看到的有图有真相 看到国外是什么样的情况 真的跟现在的台湾差别很大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 这是美国 美国 美国 这边是欧洲 美国加州海滩挤得满满人 然后美国纽约 大家也很熟悉了 以前都说很多曼哈顿不夜城 餐厅本来都唐食都不行 后来有唐食 但是还有时间限制 现在连唐食的宵禁都解除了 5月31号解除 又重新让你看到那不夜城了 拉斯维加斯 台湾人也很熟悉 结果这个赌场又开始可以洗巴蜡 80%的员工接种 至少第一剂疫苗就准你完全重开 室内的客人这个融客量还不设限 所以完全就是让你看到不一样了 完全跟过去差别很多 所以欧洲呢 欧洲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告诉你 是时候重振欧盟旅游业了 跨境友谊也可以重燃 但是要安全 只要是符合安全 我们就可以重振欧盟的旅游业了 所以呢 像赖老师最熟悉的法国 法国巴黎的市区咖啡馆多浪漫啊 现在酒吧咖啡馆都重新可以开张了 你在那里可以享受那种 美妙的巴黎的气氛了 是我女儿打了一针了 免费的再强调都是免费的 因为都是政府负担 先是马克宏 带着他的总理到咖啡厅去喝咖啡 然后找了一堆记者来 就告诉大家说法国安全了 因为大家都打了疫苗了 打了疫苗了 所以安全了开封了 那我们就看到了 他们现在整个开了 所以我女儿去餐厅她好开心 因为她们很久没有进餐厅去吃饭了 因为通常都只能在家里做 现在可以进餐厅 可以开始在山拉河那边逛了 很愉快 讲到这里 其实我觉得刚刚凯翔讲到说RT值 其实那个都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是社区感染 她也蔓延了 所以你诚实中 你敢现在叫大家把口罩戴下来吗 不敢吧 你敢一个月以后叫大家把口罩放下来吗 说不要戴口罩了 不敢嘛 为什么 因为欧洲 美国 他们解决这问题 是因为疫苗的关系 是因为疫苗打进去了 而且打了两针了 打进去了 打了一针 打了两针 而且打的密度越来越高 他们民众愿意打的预愿越来越强大 他们可以开始出国旅游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刚刚当然凯翔我很清楚知道 他是为了要安慰鼓励我们的观众 说不要沮丧 还是要有信心 但是我在这一点上我过不去 很简单 去年到现在 去年到现在 欧洲 美国 全世界都封住 我们出不去 对 我们在台湾内部相对安全 但是我们出不去 是 经济也并不好 那问题就在于 当欧洲 美国他们开始解封了 IMF 国际汇币经济组织 它已经又往上修正了 它说今年的经济成长力 全世界都平均了 全世界的经济成长力 由于中国大陆的快速的 强有力的复苏 由于美国强有力的复苏 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会带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复苏 所以从5.6 GDP 修正到5.8 还提高了 很高耶 我们去年台湾 那个 引以为傲 引以为傲说我们才3点多 对 可是全世界的平均值是5.8 理论上讲 台湾如果都打疫苗了 台湾如果都打疫苗了 就趁着大家这一波上来 台湾要突破六七 一点困难都没有 是 结果你看台湾现在 惨到什么情况 欧美都解封了 他们可以开始到处 飞来飞去了 而我们台湾现在反而继续困 继续困在这里 原因就简单嘛 一个问题而已嘛 没有疫苗 没有疫苗 为什么又阻止疫苗进来 为什么又不准企业 慈善机构 宗教机构 想方设法的把疫苗进台湾来 为什么你反对到底 为什么你想尽办法 找各种理由 不让台湾人打疫苗 我觉得在这点上 我绝对过不去 是 现在大家眼巴巴的苦等 没错 我们真的很需要疫苗 看看以色列之前怎么做的 他们超前部署 对不对 总理亲自抢疫苗 以色列疫苗接种率达56%了 超过510万人接种了2剂辉瑞 50岁以上的接种比例 还高达了92% 所以以色列的卫生部就可以宣布 6月1号起终止防疫措施 境内22家医院 没有再收容任何一位新冠病患 这疫情还真是看到了镜头 曲线已经往下 几乎都平了 那么现在你看到的是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要重新重振旅游 荷兰也可以向外界招手 因为荷兰本来疫情也很严重 但是现在你看到的重症医师自拍 新冠部门是空荡荡 连医院的工作人员都自己准备要度假去了 那么现在他们要怎么样重新恢复观光呢 只要在符合安全条件之下 那你就可以进来怎么做 欧盟有疫苗护照 要有疫苗的接种证明 有检测结果阴性的证明 还有染疫的民众没关系 但是你有康复的证明 我也愿意让你进来 所以呢现在因为有疫苗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 所以亮哥我们明明过去 大家过得开心快乐的好日子 那个时候没有部署 结果现在已经太晚了是吗 我们现在是防疫的逻辑跟疫苗取得 都碰到一些问题了 因为本来前两天的线 说是往下去緩嘛 那说RT只是1.02 那接下来要跌到1以下了 那事实上河美香教授就讲到一个要害 他就说事实上社区的群聚 跟家庭的群聚 恐怕有很多未知感染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他认为有很多黑数 因为我看今天的那个确诊数 对 0到9岁有20个 真的 然后10到19岁有21个 你去想一想这群人是怎么感染的 这41个呢 家庭群 一定是家庭聚会感染的 家庭群聚 他住在一起啊 不用聚会 这个一定是家庭群聚嘛 对嘛 所以你去想一想就是说 那这个当然你就是没看到嘛 那今天新北 因为侯友宇有对4万多个 那个他们来做塞的人做了一些调查 那新北市昨天 就已经把160个里列为热区了 是 160个里 是 然后他去查他的那个足迹啊 嗯 那发现71%就在他的社区里面走来走去 在家庭跟他住家父亲 对就是这个家庭跟社区71% 然后有34%在菜市场走来走去 嗯 那的确也是 然后有18%去大卖场 那你也知道新北市的菜市场的状况 是啊 那事实上大家也是有戴口罩啦 可是社交距离真的难以保持啦 嗯 那这个到底会有什么后果 大家当然不知道 那更不要说你没看到的 嗯 社区跟家庭当然就是你没看到嘛 所以你看卢秀苑市长 嗯 就急了嘛 是 说家里只要超过三个人就要戴口罩 不是吗 是是是 连家里 可是他这个他也管不到啊 对啊 我在家里有没有戴口罩你怎么知道呢 是 可是他就知道这个是问题 嗯 所以 可是你现在却对这样的问题束手无策 嗯 比如说在家里的在社区的 因为你如果不去塞 不对我们比如说台北新北市 160个里 你如果认为那160个里是热区嘛 对 那你要不要比照 旺华的部分地区办理 嗯 简单讲就是这样嘛 那你如果要塞 那要塞多一点 那你就要有地方放啊 是 你总不能又把它放在家里吧 对啊 那家庭跟社区就又继续 继续感染下去 是 所以你势必要有更多的地方安置嘛 嗯 因为我就觉得他现在基本上 那个逻辑已经 我已经看不懂他那个整个防疫的逻辑了 比如说他最近决定要征用浮华的公务人力中心 对 结果还是做防御旅馆 不是防舱喔 是 不是防舱喔 那本来要征用国军英雄馆嘛 那国防部有意见嘛 也是防御旅馆 也不是方舱喔 对 我们且不要讲方舱啦 因为一听方舱 他就说中共同路人 我们就说美国的野战医院 是 就他完全没有 方舟好 设立这个 具有治疗功能的 清症 治疗清症收治的 这种野战医院 他完全没有这种打算 不是有所谓的加强版集中检疫所吗 对 可是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 那我就问你嘛 那请问 家庭跟社区的那些 那些感染 你怎么处理啊 对啊 完全 因为我们今天就看到有41个嘛 你要告诉我逻辑在哪里 是 那你没有告诉我逻辑啊 然后 还有筛检的问题啊 事实上还是继续在排队嘛 他不是昨天跟我们讲说 以后不再校正回归了 对啊 这个现在又校正一百七十几个 他当然要校正啊 所以我今天就觉得很纳闷啊 不是都已经讲了吗 但是讲的都是听听就好了吗 所以没有公信力 对 就是大家都不信了 其实防疫就没有那么难嘛 我们就说他就是一个逻辑 你把这个传染病是怎么传的 他没症状就可以传染 第二个呢 他是空气传播 但是这两件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的指挥官从来没有搞清楚过 你没症状就会传播 那当然就要靠检验 来让传染源现行 传染病为什么要做一些介入 就是说因为你有传染源 他这个人传人 你传染源不把它隔离起来 不把它找出来不隔离 你这么多黑素 他就会一直传 第二个空气传播 所以他脑筋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敢 让大家继续到处跑 他一直以为我们戴了口罩 就没事 是根本就不是空气传播 这口罩的保护力是很低的 好了 所以呢 他却 第一个我们要疫苗 没疫苗 疫苗这个是预防 那预防求之不得 那你就要从筛检找出传染源 然后阻断他 还有医药资源的配置来做 结果这个筛检这个检测 我们有试剂 大概他一天到晚在指挥中心 讲筛检的坏话 所以呢 就很多地方到处都没有 所以哪里没塞呢 他让大家去上班 有给企业塞吗 没有 各位注意 今天苗栗已经爆出来了 宿舍的一个感染 这个以前新加坡 处理这种宿舍群区 光是一个宿舍群区 就处理很久 好了 宿舍群区感染 第二个呢 家里面 家里面为什么要戴口罩 因为他就没有给我们快塞 所以我们家里面哪知道谁有感染 谁没感染 结果一个又一个都是全家一起感染 那他不给你检验 就只好我们的这个新北的市长 台中的市长就很无奈的说 在家要戴口罩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谁安全 然后这个家庭的感染 跟各位可以去注意 侯友宜市长讲的时候 是讲得非常的 他不想吓到大家 但是他不是跟你讲说 是家里面包括你家附近 是 所以各位如果去看我写的 就是说你家戶 你怎么样去注意安全 那个电梯楼梯间 你门 你如果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门不能开 你要开窗戶 你要通风 所以然后大家当然去买东西 这个人流也都没有管制 礼拜天礼拜一病例是为什么会少 我就一直说 我们现在的三级是假三级 可是礼拜天礼拜一是怎样 是前一个礼拜五月二二二三 我们全民替政府做了真三级 大家礼拜六礼拜天就没上班 没到交通 所以就产生那两天人数 会比较少 那礼拜一大家不又上班了吗 所以当然会再高上来 这不用看数据就知道 你只要知道我们人在做什么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取向会怎么走 那你只要知道他没有做检验 你就知道人多的地方 上班的地方 宿舍 家庭 长照机构 你疫苗打的有些数据给他那么后面 结果有没有裁剪 没有 谁会传染给谁 不是只有访客 你要知道上班的人 他每天去上班又回家 去外面又回家 所以是工作人员 就很有机会 会传染给其他人 这些你只要知道这个病会传染 其实就有办法去处理 偏偏疫苗没有 检验了有又不给大家用 他怕说验出来没地方摆 我就说这叫养病毒 你一怕就不敢验 不敢验他就一直传 你就越来越没有地方摆了好不好 所以就是要验 让病毒现行赶快处理 各位注意其实这个英国变种 还是对台湾很慈悲的 事实上我们一路看到这样 各县市那个病例上升 没有那么快的窜上来 所以事实上已经给了我们 两个礼拜多的时间 去对于这些 各位不要以为是双北再烧 双北要做检验 不是 病例少的地方 他赶快去普遍的检验 才不会烧上来 所以他整个防疫逻辑 没有跑比病毒快 在那边等着那个数字 然后在想 今天好像中了六合彩 明天没有中六合彩 这个太可怕 事实上我们有做什么 没做什么 我们就可以预测 这个疫情会怎样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像目前这样 你这个检验你都不放手 你疫苗也没来 那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你过去哪个礼拜 你从五月十九号三级警戒 你五月二十几号以来的情况 未来是不会再更好 然后呢 如果有大规模的群聚爆发 长照的机构等宿舍的一来 各样数还会再上升 而且其他现实是会上升 而且像这样的情况 死亡数还会再上升 所以不用再等了 不用再拿全民做实验了 这个传染的曲线怎么走 都知道 传染的路径都知道 赶快检验 赶快隔离 赶快阻断 否则的话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各行各业的这种零池 就是这个叫此恨明明无绝起 然后溜溜求效应 这个是我个人是觉得 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都很难 说是要什么 叫完全的这个解除警戒 这不可能 但是我们要久还是短 就是看他的行动有多快 他行动不 他不做比较强的阻断 那我们就拖很久